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有40天左右的差别 表示目前其实市场的资金 已经不太把重心放在指数上面的操作 当然这里面的关键 我们说过年线是形成盖头反压 不过回撤了月线之后也有明线的支撑 所以其实现在大盘指数是处于一个 上面有锅盖 下面有铁板的空间 当然从主要影响指数的三大全值股来看 首先最强的当然是大力光 因为这一波大力光早在2月初就突破了年线 领先大盘的走势 到目前还是一路往上 今天甚至还是大涨创新高 大力光的大涨 当然你不能再用传统这种所谓的 会不会带动苹概股的想法 因为其实目前包含国内的苹概股跟苹果 股价也脱钩 那大力光跟国内的苹概股 当然也是脱钩 所以其实我觉得最近大力光的上涨 一方面它在反映的是来自于非苹果阵营的订单 那二方面其实比较明显带动的是光学镜头的相关族群 所以这个是在观察大力光的时候 首先你要厘清的投资焦点 那走势大概居于所谓三王当中 比较中间的就是台积电 台积电最近其实虽然有鼓励 增加发芳次数的力度来做支撑 不过上半年的业绩确实是会比较平淡一点 那台积电目前就大概刚好是在年线附近的位置做整理 那走势特别弱的其实当然就是三王当中的鸿海 那时间先拉长一点来看 鸿海的年线目前还在大概78块 间计79块的位置 那股价其实现在还是在打底的一个阶段 那所以鸿海不但没有站上年线 而且距离还蛮远的 那当然呢蛮远的也代表有个概念就是 如果真的有一些转变转机出现的时候 它的补涨空间也是会特别大 但是目前有没有转机呢 暂时还没有 反倒是呢 昨天呢我们看到在盘中的时候呢 鸿海董事长郭台铭大动作地召开了记者会去回应呢 微软要提告 这所谓的侵权的问题 那昨天呢鸿海的郭董呢有提到说 不想让小股东受害 所以呢昨天呢 选择在盘中 就股票还在交易的时间里面 直接来召开记者会做出回应 所以昨天股价呢是收红的 也是上涨的 但是今天鸿海的股价呢 反倒变成是下跌 收黑的 那这个时候我不禁呢 想问一下郭董 如果是昨天看到您开记者会 大动作回应的小股民 因为有了信心昨天进场 那请问是不是呢 昨天买今天马上套住 是不是 那所以呢 我不晓得鸿海有没有护盘 但如果有的话 郭董千万呢 护盘不能只护一天 不能开记者会的时候 护盘 你要护呢 今天也要护 明天也要护 下个礼拜也要护 也就是说呢 再怎么样呢 昨天的低点都不能跌破 这样才真的是呢 保护了小股东的信任 因为昨天看记者会的人 很可能呢 因为对您的话产生了认同 产生了信心 所以呢 刚好是盘中的时间 直接就进场交易 如果昨天买进 今天跌下来 情何以堪 是不是 好 所以呢 目前呢 从整个三王的走势来看 台股指数呢 因为呢 三王各自表述 所以呢 指数在这边就僵持不下 那好的个股 回归到 用基本面来思考 如果你 今年的展望 真的很强 股价的利多 也还没有反应完 那哪怕是中间呢 有一些震荡 曲折的过程 其实呢 该涨的总是会来 我们在呢 上个礼拜三 买进了美食 好 那 魏阳老师呢 常常跟各位讲 我不在乎股票 从哪里涨上来 我更在意股票将来 能涨到哪里去 因为呢 买进了100元以上的美食 显然也已经不是呢 所谓的最低点了 但是呢 短短的几天 美食 昨天呢 尾环攻上涨停 而且锁住 今天的美食呢 再度的大涨 又创下了 波段新高了 那 从上个礼拜三 到今天 刚好 一个礼拜的时间 那恭喜呢 家族朋友 获利呢 大概差不多 有将近了 两成的幅度了 所以这个就是 我们跟各位讲的 股价 有时候呢 可能会有一些 比较曲折的过程 每一个人都喜欢 股票最好天天涨 但是其实呢 天不从人愿嘛 如果呢 一档股票 散户介入的越多 往往呢 这种震荡 它也会更大 因为呢 控盘者 为了要洗筹嘛 但是呢 不管怎么洗 控盘者呢 他也是 不敢出货 只敢呢 做一些 左手出右手进的 调节换手 因为呢 你眼见 后面有那么大的利多 那么明显的成长 这种股票 其实说穿了 连大户 还有法人 他们也舍不得卖啊 不是吗 那我们说过 美食 因为呢 今年最重要的利多 是在于呢 介入了美国的 借毒营的市场 那这个药品呢 大概一年呢 可能起码在 10亿美元以上的规模 所以 对于美食来说 只要呢 取得了 一小小的份额 一点点市占率 可能让它的营收获利 就是呢 倍数的增长 所以法人其实预估呢 今年的美食 可能EPS呢 能够5块钱以上 甚至明年呢 超过10块钱 那当然还有一些 更乐观的版本 那所以 姑且不说 各家法人 可能在数据上面的一些 预估会有差距 但是呢 这个高成长的能见度 是绝对可以期待的 那美食 我们会持续的追踪下去 但是短线上面呢 你还是要留意 因为 最近报纸出来利多的 频率越来越高 今天报纸又出现利多 那短线上面 因为急涨 也开始拉开了正乖利率 所以这边呢 我们也随时有可能呢 会做调节或下车 所以 你千万不要 因为现在看到利多才去买 好的股票呢 要耐心 多等待 要有一个比较安全的买点 在出手 好 那大宇兹 今天股价呢 也供上去了 那距离前波高点 非常非常的接近 那目前大宇兹呢 在二月营收公布出来之后 也有一点开始呈现加温 那真正的关键重点 最大的利多 还不是所谓的 可能前两个月份的营收 而是在于后续呢 在大陆的游戏版号 什么时候能够开放 通过核准 然后正式的上市销售 因为今年呢 其实大宇兹 来自于呢 兽优 宣武剑 龙武云山 那这款游戏呢 目前已经呢 先在港澳台 开始上市 那当然这三个市场 也能够带来一些营业动能 可是呢 更大的动能 绝对是放在了 拥有将近14亿人口的中国大陆 那大陆市场大 那其实手机的游戏销售 相关的一些行销 或者说相关的一些通路 这是非常重要的 决定成败的关键 所以大宇兹在大陆的部分 因为他已经跟大陆第一名的业者 就是做了合作 所以我认为将来呢 在一旦政策松绑开放之后 他要取得一定的市场成绩 会有很快的成效 所以这个利多 我们就是持续的密切追踪 那只要这个利多没有出来之前 我觉得股价呢 就算有震荡 也不会有太大的下跌的空间 因为呢 这个利多就是支撑大与支 今年营运大爆发的最重要关键 所以这些个股呢 我们在跟各位谈的时候 我其实通常都是站在一个比较 制高点 把中长线 我们在期待的利多 追踪的基本面是什么 跟各位讲 那至于说平常呢 股价可能呢 在波动上面 可以搭配一些筹码面 技术面的讯号 做一点进出调整 但是基本上 这个大方向 最终一定是看基本面来做决定的 那既然讲到基本面 那最近呢 外资哦 对于苹果 Apple呢 也提出了十大看涨理由 那我很快的 稍微带各位看一下 这十大看涨理由 第一点 供应链的订单下修情况已经趋缓 那么iPhone库存过程的情况 已经大幅逆转 第二点 今年下半年毛利率走势 渴望转回增长 第三点 服务适度的加速 第四点 度过负面预估修订的时期 第五个 医疗保健穿戴式装置 服务渗透率持续成长 第六点 iPhone用户持续成长 让每年iPhone平均出货 落在两亿只 第七点 在可折叠5G手机等新机的氛围中 能推出具有竞争力的产品 以维持高价 第八点 具有高忠诚度的用户 第九点 强劲的并购与资本回报潜力 最后第十点 估值相当具有吸引力 蛮辛苦的 一口气把十点念完了 有兴趣的朋友呢 你可以直接把这张字卡拍照 当然你也可以上网去找到这篇新闻把它存起来 那这里面十个看好苹果的理由里面 我看出了一个弦外之音 什么弦外之音呢 就藏在这里 第七点 我们知道呢 今年大陆跟韩国的手机业者 都推出可折叠 还有5G的手机 那这些新手机呢 看起来呢 都是要积极来宣告本身的实力强 而且想要抢四战率 但苹果呢 预估它会推出具有竞争力的产品 来维持高价 好 那我们知道 今年呢 苹果并没有打算推出呢 5G手机 也没有打算推出呢 可折叠的手机 好 但今年苹果要推什么 所谓的具有竞争力的新产品呢 事实上哦 你要跳脱出手机的思维 其实这里面并没有提到 苹果呢 今年呢 要推出多厉害的新iPhone 来跟呢 三星跟华为 决一高下 并没有这样讲哦 他讲的是会推出 具有竞争力的新产品 那什么是具有竞争力的新产品 那我们呢 高度期待 那也拭目以待 但是呢 照渭阳老师的研判哦 这个具有竞争力的新产品 会跟呢 以下我要讲的这档个股 有很大的密切关系 首先请各位看一下 这档个股 位阶够不够低 打出了底部 那目前呢 KD也刚从低档 黄金交叉 所以在技术面 你几乎就可以 百分之百的肯定 这是一档 在低档 相对安全 而且具备有 补涨条件的个股 那是什么样的因素 能够让这档个股 开始成为市场焦点 我认为呢 就会跟苹果 要推出具有竞争力的产品有关 你会发现到 每年每年 国内的苹概股 涨的公司呢 越来越少 而且几乎都不一样 但是呢 在不变当中 唯一一样的是 涨的都是呢 苹果新产品的供应链 或者是呢 新规格新功能的受惠者 那么这一档 第一档 准备要补涨的个股 它就是呢 跟苹果目前呢 要推出的新产品 有很大的关系 那3月25号 是苹果呢 要在美国发表 所谓的春季 新产品的发表会 那所以在这之前呢 市场的目光 一定会开始 越来越聚焦在 苹果今年 除了iPhone之外 还有什么新动作 那因为iPhone呢 总是等到呢 是秋天的事情 所以呢 现在 你要聚焦的就是呢 苹果除了 这个iPhone之外 其他的新产品 会有什么亮点 那这一档个股呢 我希望呢 各位 明天如果有震荡的时候 明天如果有震荡的时候 你务必呢 收到我的通知 赶紧去做布局 该怎么买 买多少 那真正的利多 真正的利基点在哪里 只要你跟上 魏洋老师的脚步 这一档个股呢 我想可以让你 非常开心 非常满意 那更好的是 现在呢 你可以直接 以168 让我们带着你呢 直接升空 勇往向前 好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其他的个股呢 非常重要 也非常精彩 千万别走开 大家好 我是邓宁娟 非凡商业台 只要前涨大 改版咯 黄金 债券 基金 投资商品 最新的资讯 全部都在 最专业的理财节目 只要前涨大 掌握第一手的 投资趋势 请锁定 非凡商业台 只要前涨大 周一至周五 上午九点到下午一点半 非凡抢先报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凡商业台 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每天看这么多的数字在跳动 经过比较就会有比 外行在看热闹时 内行的已经在看得到了 前所衍生出来的十一柱形 这就是财经 全世界的任何风吹草动 所产生的蝴蝶效应 就是我们要告诉你的财经 非凡商业台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最近在新闻上面 我想大家应该有看到 所谓的空难事件 那么这一次在三月份 所发生的伊索比亚空难 跟去年十月份 印尼的空难 基本上因为都是同一款 波音的飞机 所以让大家会联想 是不是波音所制造的飞机 出了问题 因此导致于 在美股挂牌上市的 波音股价 从原本 今年是一个非常强劲的 多头行情 近期拉回 而且是快速的下杀 不过值得留意的是 在所谓的空难事件爆发之后 那连续两个交易日 就是昨天跟前天的美股 波音的成交量 波音的成交量都爆出了天量 那在大跌过后 这两天的天量 并没有让股价进一步的再错低 并没有出现新低价 所以有初步直稳的迹象 那因为美国股市 是没有涨跌幅限制的 所以如果外资法人 认为真的波音 它的飞机有问题 认为这个问题 会严重影响到 后续波音的营运 那通常来说 就不会出现 这种明显的天量 敢进场承接 那更何况爆出大量 有买盘进场之后 这两天 也可以说 让卖压的消化差不多了 所以波音的股价 并没有续破底 那我其实 要从波音来跟各位谈 一来是所谓的危机入市 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 在看美股 或者说做海外股市的投资 那其实像波音这种 全美国最大的航空 那可以说是一家 大到基本上是不会倒的公司 那碰到了这种短期利空的时候 是不是值得你思考 有没有危机入市赚钱的机会 那再来第二种危机入市的概念 是回来思考一下台股 因为波音当然它牵动的是 整个航太供应链 航太产业 那如果波音不会倒 那国内的航太供应链的股票 是不是也值得去做留意 毕竟因为这两天的空难事件 让整个航太股的投资氛围 也会比较保守 可是在这种氛围当中 正好可以去测试一档股票 它的筹码稳定度 或者说它的股价 技术面的支撑力道 所以我认为波音 如果你有做海外股票的人 可以去多留意一下 那回头来看 国内的荣钢 这个是钢铁股 但是因为荣钢主要生产的是一些特殊钢 那应用就是放在航太产业 还有像油气产业 那当中波音就是它的大客户 那这边波音的订单 其实都已经排到了大概今年底了 所以波音这一次 因为一个特殊的机型 然后去联想 是不是因为有些机械故障问题 导致空难 但实际上回到我们投资的层面 客观来看 其实这一次波音坠机的 叫做737 MAX8 这一款飞机 其实是波音历史上 单一机型卖得最好的 而且接到的订单量非常大 估计已经超过了5000架飞机了 那么后续都要陆续陆续的 不断的赶工 按排程来出货 那刚刚融钢也是波音的供应链 所以势必会直接的受贿 那这一次从空难事件爆发之后 也没有听到任何的一家航空业者 去取消了这个订单 所以换句话说 这个空难的事件 对于整个航太产业来说 它就只是一个在高度发展的过程当中的一个小插曲 这个小插曲 它刚好可以拿来检验股票的投资价值 那就在甚至波音这两天爆大量大跌的时候 我们看到融钢恰恰好相反的是 原本融钢的技术现行 看起来是正准备往上喷出去做攻击 但是因为碰到了空难 所以这两天在这里呈现休息整理 所以对照一下真的还蛮有趣的 波音是掉下来之后 有一个向下缺口在这里做整理 然后报大量 而融钢是带一个跳空的多方缺口之后 在上面创新高附近去做整理 那成交量则是相对的稳定 所以其实也并没有出现所谓明显的 大户或法人有买转卖的现象 筹码也没有松动 那以融钢今年预估获利是能够翻倍的 这边来说值得在波段上面好好去做留意 那其他的部分像广民我们的看法没有改变 那今天甚至早盘股价又突破了 那新能高同样的最近呈现大致上是一个三角收敛整理 那量呢持续的缩 那量缩的越快就是筹码越安定 那目前来说投信呢从新能高挂牌之后 连续买超之后偶尔有一些调节 那三月份以来呢卖了四个交易日之后 在昨天又转为买超 那有投资人问微良老师 投信会不会把新能高变成是这一季的结账股 那我的看法是这样 这个你就要去配合投信的持股比例来看 目前投信持有新能高大概5% 这种水位对于投信所看好一档个股来说并不高 甚至呢还是比较偏低的 所以换句话说 如果投信真的看法比较保守 想要对今年的第一季行情先做结账的话 我认为也不会是优先来卖新能高 甚至反过来说后续要再加码的空间 其实还蛮大的 投信真的看好一档股票 持股比拉到8% 10% 10几% 那个真的才算是比较高的水位 目前5%还是相对偏低的 所以我认为新能高呢 量缩整理的时候仍然是可以做留意的 那先预告一下长元科呢 已经公布了去年的年报了 那全年度结算出来 EPS是负的亏2.73元 这是一个利空 不过看起来呢 目前长元科在年报的利空之下 仍然呢守住整理区间的下源 那另外呢长元科预计要办理现金增值3000张 那这个部分呢 我等明天会来跟大家分享 所以先做个预告 明天温永老师呢 会从长元科的现增来进一步分析 你怎么样去看待现金增值 对一家公司股价的影响 那近期呢 带会员操作的包含美食 包含大宇芝 都有呢相当不错的报酬 那明天呢预计 我们还要再继续进场加码的是这一档个股 目前基期非常的低 KD也刚从低档交叉往上 而这一家公司呢 它最主要落后补涨的题材 是来自于跟苹果今年的新产品有关 所以苹果每年的重头大戏 你一定要把焦点放在全新的产品 新加入的供应链 这种股价往往一涨上来 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波段 而这两个股的爆发力十足 那想要投资的朋友 把握呢 今天168的机会 勇往向前冲 祝大家操作顺心 明天见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先胜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优优独立则